各位主持人,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以色列之旅的見證 所以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主持人,上星期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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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 我們去之前手提醒過其實很有禮物,你要多帶衣服給新大復求 所以我們都會幫你的背包放一大衣,你的手袋放上特別衣服 結果要換衣服,已經沒有了 那些通常是 只不過給雲頂 給雲頂有些少許的 有很多太陽 都有這些冷風吹 非常舒服 我們這樣的團體會有十分 沒有一個病 我們看了十幾年 而且天氣非常好 所以去到那個景點 我們都很清楚 看到整個的情況 所以我們要這樣 我們在這個意思裡 其實你發覺到最大的感想是 聖經所迫的每一件事發生 以前那些是聖經沒看見 看見不到 但是這次有親自的經歷 親眼看見 親手可可的地方 特別是有幾個地方 我們很感動 你發覺到在這個意思裡 你經常講幾個可言 有什麼意思 有死海 有紅海 有嘉莉 嘉莉莉海 這些歌的歌 經常都會出現 聽到很多 但是這次 親自的去人家裏 特別去到這個死海 那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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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裏 躺著那裏 有些地方好像大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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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找到魚的話 我們就衝動又上 因為死海 沒有一個生物管在裏面 但是死海 你的毒物很高 結果它就產生了什麼呢 很多這些醫療的作用 所以你做死海 其實你做 就是什麼 你要整身塗滿了黑漆 去拿黑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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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經歷了 這個就是很奇妙的事 所以河海有他們的硬粥 然後我們就坐船在哪裏呢 加利利海 其實加利利海名叫海 其實是一個探水的人的庫 很大的一個加利利海 很大的 所以坐船他們也經歷了 當我們坐在船上 我們想一下 當時大風大落 那船會籌 門徒在樹要害怕的時候 也就是要撿殺風浪 叫風浪兵治 所以那個感受也不同 但我們去到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個探秀國泰 所以之後我們也想過 吃這個加利利海的一種魚 他們叫做很可愛的眼影 Bitterfish 叫做比特魚 其實比特魚 我們看一看的時候 他們想不到這個這麼寶貴 現在就是我們馬來西亞的非洲魚 哈哈哈哈 比特魚其實是非洲魚 這麼大條 但是他們說很貴 這個非洲魚很貴 一條呢 肯定是美金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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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一條 叫做比特魚 為什麼叫做比特魚 因為 耶穌的家裡 敷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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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彼得是大漁夫打魚 耶穌叫你跟從我 耶穌叫你跟從我 耶穌叫我去玩什麼 我要洗禮得人如得魚 你叫魚從什麼 從今以後彼得 你們不用再打魚了 我要使得你得到人 是比魚更加服用的 魚是沒有靈魂的 人是有靈魂的 所以你每一天都為了打魚而活 但是今天我為了更高的 就是得到人的靈魂而活 就視乎上帝 所以得人魚 得公人 好像得魚一樣 但是魚 人比魚更高 更奧貴的 所以之後 給了一種靈魂的靈魂 跟隨耶穌 這就是這個家人的弧邊 耶穌呼召彼得 但是因為當你去過一個地方的時候 你自己如果要熟悉聖經 很多時候聖經的經節和情景 就從你腦袋來察覺出來 非常感受 非常有很不同的感受 就好像在身上的船 好像聽到耶穌呼召彼得一樣 你要跟隨我 就好像當日 他呼召彼得跟隨你一樣 但是我覺得 最感受的是 當我們進入耶穌撒冷的時候 這就是整個上市裏 最高層的行程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加利尼 要進入耶穌撒冷 參加到爺班的時候 司機呢 這個司機好過 他就開一首詩歌 就叫做耶穌撒冷的詩歌 說開一首詩歌 給我們什麼 很慶佛 像Ruze 一直唱的 我只會唱一首歌 一段日 這輩子都會唱一段日 然後呢 就讓我們鼓勵我們的心 對整個神的聖殿 耶穌撒冷 有很大的感觸 進入到耶穌撒冷 之後我們去耶穌撒冷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去曲場 分兩邊 我知道我們的使命 就是要帶著你們 很多那些歧託 那些細節章 要帶著神的面前 在曲場裏面 我們已經在曲場裏面 有四分鐘 二十分鐘裏面 那裡的經驗很不一樣 你看很多猶太人 他們戴著猶太服裝 戴著猶太的白色的帽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戴著 表示尊敬 所以旁邊有一個猶太的帽 和白色的帽 但是他們拿手 就放一束蝦 長蝦 在這裏 他們有些大聲在這裏 喊喊喊喊 為了自己國家 為了福音的工作 為了耶穌基督的福音 在這裏 不斷地向神呼喊 所以我覺得那間呼喊 是很不同的 但我站在這裏 我站在這裏 多二十分鐘 有三件事我站在這裏 自己教會 可以分享 第一件事我向上去講 廣東堂的十年發展計劃 神還未接機要成全 因為這個是一個大事 二千萬 我告訴他們 不是一種事 但是神本相信你能夠成全 帕幕神 你按照這段時間 不知能夠十一件的十年發展計劃 二千萬能夠成全 能夠成全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帕幕神的教會 各門教會 每一個人都能夠 有一個愛惜靈魂的心智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 暴徒的精兵 每人都能夠開始做暴徒 能夠將福音傳開 因為耶穌都要回來看靠 我們不能再同功 我們一定要將 耶穌大理性的故事 告訴全所有人 每一個人都能夠 復興起令 我其實就說 帕幕神的教會 各門教會 每一個人都能夠做 暴徒的工作 能夠帶人來信人數,能夠把福音傳開 第三件事的祈禱,怕我們的教會能夠達到人數是一千個的婚人 Amen? Amen? 這個就是我實在面前的,是為了我們的教會的三件事祈禱 其他的詩人是不講的 當你有自己的祈禱在你面前的立志和志願 當我祈禱完之後,我就將禎師妹給我的 我看一下,大家有四五十個祈禱的寫字 你們寫給我的,我不知道你寫什麼,但你會收窄 我便祈禱一下,這五十幾個頂子的字章 是他們每一個祈禱的心聲 我現在帶到這個谷牆裏面,放在谷牆的那個牆裏面 因為很多人是在放的,你親自的隨聽,你自己幫助 所以我就是將禎牆裏面 所以第一之為,特別在這個時間,就是很感動的 指援會在特朗一邊,每一個指援幫忙 我們一來不去哭,是不是? 哭不哭?哭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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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不哭?哭不哭?哭不哭? 哭不哭?łem 我們將它放在這個牆壁那邊 牠說 牠們如果任何人的祈禱 得到一個英文的 叫牠們出去見證 你自己教我 如果你所祈禱的 屬於英文的 你應該見證上去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的很不同的基因 釀沙其實是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們經過一個 在這裏的加藍山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很特別的 要和大家分享 就有一個墳墳 加藍山那一年 聖殿在這裏 加藍山那一年 冬眠有一個墳墳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墳墳呢 一個是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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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牌壁的 另一個呢 跟著聖殿 就是鞭皮的那個 是埋葬了 為何有墳墳 有墳墳 兩個不同的心態 大家跟我們講 第一個的心態就是 這群的猶太人知道 耶穌遞死回來 要經過加藍山 要走到聖殿那裏 所以 如果耶穌遞死回來的時候 耶穌說 那些死人會復活 所以這群人 他們特地 要撞去那一旦 當耶穌來的時候 他們要跟著耶穌復活 一起跟耶穌入 這個聖殿 這個聖殿 這個就是他們的心態 但是你想想 他們的回答 為什麼撞起聖殿那裏 那裏 是擋著耶穌來的 因為他們知道 耶穌 這個聖殿的平衡 不能夠經過死人 不能夠碰撞死人 因為死人是來的 所以他們怕不容易死人 擋著耶穌的路 所以很難看 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裏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 就是很難看的 到最後一刻 我們也會說 就是 最重要的是 摩西大利利仙人 去到什麼 尼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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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波山分界一件事 那裏 學生的時候 摩西不能夠進入家 你看看 這叫做 尼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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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山坡出现,一间里面记得摩西的墳墓 给摩西死了加 黎波山,你听 黎波山是这个 黎波山是这个 那个 在黎波山里面,我们站了一个山 我们可以看药神的加纳 你看这边,你看那边是黎波山 在那边,其实整个加纳就有意识力的地方 当时,神带你摩西去到这个地方 你露下去的时候,就看见黎波山 看见神所里面的加纳美丽 牛奶二汶痴症 所以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那边,你看到整个加纳美丽 那边,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 就像摩西在那边 但是,摩西去到那边 摩西能够进入加纳美丽 摩西如果要带你识意识的人 离开埃及 进入加纳美丽 杀了英女的美丽 但是耶稣 摩西去到那边,摩西能够进入加纳美丽 当时,那些百姓在那边挖怨上帝 说他们没有水泳 上帝就纷纷摩西说 你现在做一件事 你就吩咐 盆石流水出来 给这些有百姓有水泳 神的命令是 你吩咐出水 意思就是出水了 摩西因为那些百姓 很吵,很烦恼 摩西很烦 摩西那时的作用 就激打盆石 打盆石流 有打盆石流水出来 上帝就说 你得罪了 你不听我的吩咐 我没有叫你打 我叫你吩咐 我叫你出水 叫你用嘴来说 不是用手来打 结果摩西这件事 就不能够进入加纳美丽 我们在问 为什么打和吩咐 有什么分别呢? 然后这些道友就帮我们讲 解释清楚 那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原来当我们去这个 Betfly的地方的时候 那个山盆 有很多的山石 原来当时的天气很烂 那天气就将这些水 摘在山的山石那里 其实很简单 你用水 你用一个滚打盆石 就拿水出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这些的水 已经摘在山的石头 所以任何人 只要你用棍去打那个石 就会出来了 但你神不利的方式去打 神不利的方式去吩咐 而如果你打的话 你就不能将那些仇的名言 对不对? 你哪个打到哪些都会出水 神要走到十字 神要走到十字 你要吩咐盆石 所以不会去打他 但是魔神因为很烦恶 很猛热 又不是很多人的complete 又很多人的麻烟 结果呢 去发梦之下 用这个杖来打盆石 不能够将那些神的名言 现在要明白 为何打的分别不同 因为你打的话 每一个人都可以打 打的就是一定有水 但是分腐的话就不同了 你叫出水 不能出水 你这样说的话 出水的时候呢 就将神自己的神迹 将他做到当中 所以魔神因为这件事 神说你不能进行加能力 所以魔神呢 神说你眼睛可以看很远的 你这个的约弹 或者我们讲这个的约弹呢 一片是沙门地带 但是你将约往 跳远 远往下去呢 整片都是绿色 一片绿色 是一个祝福之地 所以神在那里 是一个立太移民之地 是以色列 是神所祝福的 包括羊山那些地方 这个不过来看呢 上帝的这些绿色 我们从这个羊达 我们坐飞机去阿曼 阿曼然后就去阿曼 去羊达 然后静过耶稣 就在以色列 很大的分别 你看到这个羊达一片荒野 山河地带 全草不生 没有草 整杯都是死沉的沙漠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没有生长 为什么呢 没有水 但是当你入到 一入到约弹 一入到这个 这个少年 整个沙漠 变成什么 绿色 是一个 充满着这个什么 这个的 祝福之地 你说为什么 若达 不能够 种食物呢 当以色列 不能够种食物呢 其实以色列 也就是沙漠 但是上帝 给以色列人 有一个很聪明的智慧 去能够使沙漠 种到 食物出来 这个就是 挺高科的 亦都是沙漠 这个沙漠可以种人 这个沙漠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神给以色列人聪明 使得他 从这个沙漠里面 有水 水月能够种很多的 这些的 动作物 所以 有时候 你当你看到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很美的水果 那些 都是上帝所赐福的 所以 在最后 我们就 上这个尼波山 尼波山 尼波山是白色的一件事 让你看到 上面 铜石 在尼波山里 有一个 铜石 铜石 哪些铜石 那铜石 是铜石 铜在上面 但是铜石 当时摩西将铜石 鞠躬的様子 我们可以看到铜石 铜石 对 对 对 那铜石 铜石铜石是什么 铜石是白色的 就是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叶素 那么大的 烧石 是烧石 我们来看看 大家看看我幾年了 《文書記》寫一章 第一節到第六節 原來為何一個銅蛇會在那個樹尾舉高 直到現在他們做了幾年呢 現在當時以色列人來到加底西 面對這個奸人媚弟 但他們都不能夠入讀那個說書 因為他們還要面對幾個敵人 其中一個就是加藍人 還有一個就是二東王 所以你發覺到 譬如有一章一節 黃岩尼的加藍人 阿拉伯羅 聽小意思的人 阿拉伯羅 他就要同意成真正 捉了幾個人 他們不讓他進去 當時他就要和這個加藍人打仗 他就能夠進入這個加藍尼帝 結果呢 第二節就是第三節 以色列人的東西就發 就是這樣 如果你把加藍人抓起的手 我們就把他們的成人毀滅 我們要毀滅這個敵人 第三節 以色列人就把加藍人交付加藍人 所以他們就打壞了 除了他打壞了 以致他們能夠進入這個 進入這個 英雄之地 但是很可惜 當他們來到第四季 他們從鵝山林起行 往湖那邊去 要搖過耳東地 為何不能直入耳東地呢 因為耳東和很強 他們不能進入耳東和耳東打 所以他們的帕幕 不能經過耳東地 搖過耳東地 令那個地方 讓這個耳東進入神所的耳南的地 但是 要搖過耳東地 是甚麼呢 是很耳南走的路 因為是漢藥路 因為要搖過耳東地 這條路比較耳南 如果直路比較容易走 又近 但是前面有耳東人 強大的敵人 等著他們 他們必須打為耳東人 正是直入耳南地 所以他們不會動耳東人 他們知道耳東人會打不打 就搖過耳東地 但是這條路 抗予是很耳南的 所以 因為這條路很耳南 心中就很煩惱 就向摩西 不單向摩西 也向神 開始發出的埋怨 你發出這個埋怨 你發出這個埋怨 很多的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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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埋怨 波西的埋怨 他們怎樣埋怨 去埋怨上的呢 你會吃嘛 道老弟就道老弟 為何你要帶他出來 你會人人這樣 當時你聽到他們的呼喊 因為耶穌人 你挨握人 壓迫他們 所以上帝就批恩赴摩西 將耶穌人帶出埋怨 救他們出來 但是救他們出來的時候 他們來到英國的抗紀地 又在麻煙 你說我來死在國 埋怨 你來死在國的 人就是這樣 甚麼都可以不耳 所以要吃麻煩 但是 所以不怕 他們就是這樣 一直就 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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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這裏 為何他們要帶他出來 因為沒有油吃 沒有水 更加貴 更厲害 我們埋怨那些埋怨的食物 好無味道 我們二十幾個人 都很開心 經常都吃那些 真的很辛苦 所以 尾肌麵 杯仔 沒吃過你的食物 因為他們的味道 有些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但有些是疼痛的 為何我們沒有這個 泰國的食物呢 我們見證了 其實 上帝很嚴問他們 當他們來埋怨 這個出抗疫的時候 我們沒有食物的時候 我們在床內 十六章 十三至十五神典的鐘 我們來 聖經說 到馬上 有鞍鎖和飛的人 看 這個腳仔 他們說沒有用食 上帝就使這個腳仔飛過來 讓他們能夠有食物 他們能夠吃這個腳仔 有肉食 上帝公然我們食物 而且 到了之後 在於這些 責任的地方 有爐水 然後 又被人家的食物 爐水升上之後 不連 夜裏面 有白霜的小原物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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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沒有食物 所以他們給這個食物 天上不掉下來的小原物 然後 然後十五次 你私人見了 不知道什麼是小原物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就是原來給你們的食物 來供應給你們 是這些 抗野的食物 是什麼 馬 在天上 跌下來 馬 又給你 有腳仔吃 鞍鎮 飛靈 給你吃 所以你沒有東西吃 常常給你腳仔吃 這個食物 就是馬 常常供應 他們吃吃吃吃吃 吃了之後 我們念念了一個 沒有味道的馬 看到嗎 埋怨了 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吃了什麼東西吃 吃了之後 他們就開始埋怨 說沒有什麼味道 嘆 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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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在這裡埋怨 又沒有 沒有水 所以這位食物 人不會感恩 而事上埋怨 很多時候 我們都一樣 事上埋怨 這個埋怨 這個 不懂得感恩 人的生命 不懂得感恩 就是懂得埋怨 不是 上禮中 我們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說不夠 我們說上禮你給我這麼多 當上禮在慈禮 的時候 你又不懂得感恩 就開始埋怨 結果 你問到以色列的人 起上埋怨 那麼多時候 結果 大大得罪了上禮 上禮 要開始管救 那幫以色列的人 上禮為何管救 那幫以色列的人 文秀記書得一章 大陸之外看 順便說 以時要 神使火射 進入阿神中間 射就咬死他們 咬死他們 咬死他們 以色列的人 死了很多人 神就著讓火射 進入他們中間 咬他們 火射 有一個很可怕的毒射 這個呢 是稱為火射 是可能當時 它的舌頭 這種蛇 好像有火炎 咬著一個紅色火炎 也可能 這個蛇的身 是紅色的 這種毒射 是毒非常厲害 去罵到人 是使人很痛的 碰到好像火燒一樣 結果就要死 那這種毒射 如果抗野出現 是不奇怪的 你看 抗裡面有很多 這些蛇 這裡其他叫火射 但我們覺得奇怪 為什麽當時 為什麽當時 以色列的人 經過這麽多個抗野 都沒有遇見過這個毒射呢 這個時候 火射 正會出現在他們當中 為什麽 來到這個時候 正會出現火射 其實當時來說 他們應該面對很多 火射 所以我們相信 上帝一直暗中保護他們 使得火射 不能夠接近他們 上帝已經 在營地裏面 摘了他們 使得火射 這些猛獸 利亂利 意識的人 因為神已經暗中保護他們 所以 其實他們不知道 其他神已經暗中保護了他們 不會被這個火射 來傷害 但是這次上帝 就是本教 上帝要懲罰他們 上帝要懲罰他們 嚴許這些火射 進入他們當中 去爭拗他們 上帝是要讓他們知道 這個本教要臨到他們身上 上帝的懲罰他們 是要讓他們擺 其實他們 在這麽多的狼狼途中 很多的危險 和很多的這些 這些的攻擊 神已經保守他們 擴顧他們 使各樣的傷害 不能夠留到他們的身上 大家知道是同樣的 我們今天活在這個 邪惡的這個世代 其實呢 我們比活在抗的更加危險 你看到他們的四周圍 很多時候 你發揮了一個理由的 很多時候 瑞士都會面對很多的攻擊 瑞士都面對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傷害 對不對 剛好嗎 特地的那些地方 政治 他們的責任 應該是治安和差的時候 但是你發現 為何我們都能夠 出入平安 而保守 是因為上帝 其實不斷地帶領我們 保守我們 滅離這些 這麽多的災難 和危險 遭到我們身上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會這樣 你回想一下 為何我們今天活到現在 活到現在 而能夠保守 而能夠修持你的生命 是因為上帝 暗中去保護 但是當上帝的慈愛 保護 一旦拿走的時候 我們便會面對 很多的功能 所以你知道 我們要常常感應 時事都要感應 不要時事在那裡 罵他們 其實上帝是一直保護 這些意識的人 但他們不會感應 當他們沒有水的時候 沒有食物食的時候 上帝把麻辣給他們 他們沒有肉的時候 上帝把小腳給他們吃 當他們沒有水的時候 上帝叫摩西 吩咐盤石 給他們喝水 他們都不懂得救恩 結果他們當他們埋怨的時候 上帝管教他們 就拿走了 給火石 進入他們當中 去罵他們 射 射 在射擊中 一直是特別魔鬼的陰謀 射 射 在射擊中 第幾章出現射擊的字 創世記 對 好 第1章 第3章 我們在創造中 射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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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對神有一種懷疑 是不是真的這個神? 如果是真的,怎麼會這樣呢? 所以這個神不想是假的 這個神不想是相信的 神可以說是真的嗎? 神真的有無窮可以吃嗎? 神有無窮哥哥 這個無窮是給你這樣的試探 第二 第二次 例如在這裡寫說 圓中、樹上、果子 不可以吃神有無窮哥哥 我們所有的圓中 這個什麼? 徒庭如意的圓中 都可以吃的 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 但只一個不可以吃 哥哥哥分別事物事 你不可以吃 又不可以摸 免得你會死 因為你吃了之後 你就會死 你不可以人 不可以 不可以吃 這個神幫我講出來 第二次 神最重要的是 假的 不一定死的 你傾神不說 神不是這樣說的 其實不一定死的 你試試看 他就挑起這個 對神的懷疑 第二次 因為神知道我們吃了 就知道 但是又不可以 你們會變 神不知道 你吃了之後 為什麼神還給你吃? 因為你吃了之後 你會像神一樣 不知道善和坑 看到你撒旦的外景 很多時候 撒旦引誘我們 是一樣 使我們對神開始懷疑 你所相信的 是真的 使你懷疑神的懷疑的時候 你就中了魔鬼殺人的鬼技 這個就是 神 就是鬥節 結果 這個喉蛙 就是什麼? 就成了 中了魔鬼鬼鬼技 不單止吃 還給自己的嬌蛙 吃一口 兩個都做了 鬼鬼鬼技 結果就奔罪 第七節 他們一吃完之後 就想不想 羨慕 就是羨慕 你覺得 因為他們 在園祝的時候 他們什麼? 沒有穿衣 對嗎? 都不覺得羞恥 因為 這個是神給他們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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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可貴 但是 都犯了之後 自己的羞恥 就用身體 用毛髮草 來遮蓋自己的身體 對不對? 因為 最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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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大腿 修齒 最大腿 是 修萍 你一進來 這麼漂亮的 意念園 就變成了 一個 什麼? 污染了 明白的意思嗎? 這個是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在小記錄裏 看到 蛇 我所說的 蛇 在啟草的 這個聖經的最後本書 又是蛇 眼淚是蛇 我見一個天使從天降下 首利可治皇帝克的鎖善 和一條大鐵鏈 我鎖誰說的 鎖 他忠著雅路 仇成古城 我叫阿比 二十月三 將軍坑一千年 射最後 在最邊的時候 被天使捉他 將這個虎蛇 撒大魔鬼 將他放在毛底坑 將他捆入一千年 然後 丟在毛底坑 將毛底坑的蓋封閉 用印封上的死 他不得再被弄到的鎖 等到一千年 才會放他出來 因為 魔鬼就是迷惑 這個詞 是引咎所有的人 因為 最邊的結果 就是神將他捆動起來 丟在毛底坑一千年 之後 正等入口 所以 這個結局 其實 起色一篇已經說了 魔鬼殺人的結局 是什麼 但是現在還沒有 因為 耶穌還沒有回來 所以 他現在 在這裏 迷惑很多人 所以 你知道嗎? 作為這個結局 小心 因為魔鬼 第一件事要引咎你迷惑 就是使你懷疑神的懷疑 當你對神開始懷疑的時候 你就開始動員你的信心 你就會引咎上帝 所以 魔鬼一對人犯罪的時候 是 能夠 變成光明的天使 但是 當你中了鬼的時候 他就流出自己的邪惡 那些火石在陽光之下 閃至八光 開始的時候 耶穌會覺得 很漂亮 火石好像去觸摸它 因為火石可能很細條 也不可怕 也不在乎 但是當火石轉過來的時候 罵它們的時候 他們覺得痛 它毒進入他們的身體 火熱 很痛 然後慢慢 十日後當中 再不醫治的話 他們會面對死亡的時候 他們會開始爬起來 因為很多人被火石咬到 就會死亡 所以耶穌會被火石咬到之後 他會怎樣做呢? 文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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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的王 世上說 我們得罪了上帝 書讀耶華 我們不應該埋怨 也不應該說 書讀耶華 就是上帝的時 要是我們得罪上帝 我們求祢祈祷耶華 他要叫魔西 力上陽 上帝祈祈祈 叫那些蛇 火石人 我們得罪了上帝 所以管家能當的時候 這些人 苦難能當 正想上帝 會要回歐雙禮面前 叫上帝 讓魔西給力祈祈 有時候你發佈到人就是這樣 我們一直不來上帝 遠離上帝 走自己走的時候 但是上帝要回來 到一個地步上帝必須要管教臨道 人就是這樣不管教不回來 這個不管教是表現了上帝的愛 上帝沒有任何你這樣做 走到一個死亡之路 走到一個爸爸約 當他的兒子熱力犯罪 熱力吸毒 熱力走到臉部的時候 爸爸明明不愛理他 爸爸怎樣救他呢 管教他 探望他們能夠自己管教之後 他們能夠回來 這個神的心意也一樣 當於這個意思的人 一直犯罪頂撞的時候 上帝就管教他們 以至他們能夠回來 回到神面前 所以他們就叫摩世祈禱 摩世啊 我們得了上帝 求你為我們祈禱 上帝寫著我們 叫那些蛇人看我們 聖經說什麼 於是第七節 於是摩世和白星祈禱 好了 你覺得很奇怪 摩世要不愛他們 當他們這樣抵起摩世 這樣說摩世的時候 摩世不是會恨他們 反而摩世會憐憐這幫白星 好了 摩世就答應 他們祈禱 探望他們能得到醫治 所以當摩世上來 所以當摩世上來其他時候 神就幫摩世說 神你那真書 你就做一條銅石 掛在這個桿子上 舉高 銅石舉高 凡被咬的 被火神咬到的 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願望這個銅石 當你的頭腰和銅石的時候 你那個被咬的毒 就得到醫治 就完全得到這個 好了 摩世分負 神分負的摩世 做了一個銅石 所以今天 你看到那個像 銅石的像 就舉高 現在是有意思的 許祥人會見 所以神的慈愛是很大的 從去的母人 摩世應該跟他們說 去連搶了摩世的工作 的一個辛苦和困難 帶著幾百名的事 一人聽話 一人埋怨 一人complaint 一人很辛苦 他覺得摩世每天都辛苦 因此 管教 懲罰的事 神就自己下手 神自己做 但是你連問 與祝福 就是接著摩世的手 帶給神的人 祝福 所以上帝說 很奇怪 上帝知道摩世艱難 管教的事由我們來祝 但是祝福的事 偷我們來祝 看到沒有 這就是上帝的奇妙 上帝為上帝要被摩世用而祝 上帝就被摩世去祝福他們 鬼祈禱 對白色來說 他們的要求只不過是甚麼呢 很舒服的 就是 哎呀 罵了那些死就死了 沒得救了 對嗎 但是他們只是要求你把火石移向我們 就算了 那些被罵的被死了 因為不得意的 他們很舒服的 來停止這個災害 但是神給你們的完全得到醫治 被拗到的也有機會得到醫治 被拗到的也有機會得到這個生命 對不對 所以整本聖經 我們可以看見神的法律 是轉眼之間很短很快的 但是神的慈愛 因爲是一生之救 對不對 上帝 上帝 他也有一個嚴禮的臉 但是他的慈愛也有慈愛的臉 上帝很多時候很願意的射臉 遙恕我們所做的事 所以法律 這個就是上帝的結論 上帝說 你走得不射 掛在上面 凡是被火石咬到的 根本沒有力 咬到很辛苦 但是還可以說一件事 就是你的頭和光 看到這個紅石 你就有病得到醫治 第一姊妹 這種醫法 行不行科學 你被蛇咬到 毒蛇 你說 不用看什麼樣的 不用拆掉 也不用打針 你看一看 紅石 它就得到醫治 什麼科學來解讀 什麼醫學來解讀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合科學 也不合醫學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摸一摸就會得到醫治 我們可以想像 當時有些人 一定不相信 也不肯讓火龍蛇 結果他們死在火蛇之中 相信的人 只單純地用信心來接受 他們謙卑地 遵守神的命令 不用自己方法來處理 結果他們的結局 是得到醫治 得到拯救 第一次問 第一次問 我們對神的救法 有什麼感受 很多時候 我們遇到困難 我們遇到問題 只是 一直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權力 方非處理 去解決 但是今天 我們有沒有 謙卑一點 用神的方法 來處理呢 很簡單的事 就是 讓我 受 相信他 接受他 就做一個謙卑 信服神的人 這個就是 神要我們 不肯讓火 讓我去 望痛石 就是讓我去 意思 謙卑 不肯讓火 我們問一下 這個意思裡 有一個地方很奇怪 你入門的地方 每一個都很高大 每一個教堂裡面 你進去的時候 都很大 門 就可以這樣進去 但是 指一個地方 門很小 你進去的時候 曲弓進去 那個門 教堂很大 門很小 很矮 這個人叫什麼 什麼課 就是 耶穌誕生的課 耶穌誕生的課 耶穌課 耶穌誕生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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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耶穌的百利行 這個教堂 他門特意做得很矮 每一個人進去 要曲弓這樣下去 意思是 你要見耶穌 先天秘 曲弓進去 所以 很特別 很特別的感受 所以 如果我們新墊 新墊 新墊 我們坐這樣墊 哈哈哈哈 哈哈 這就是 他們的特別 所以 就知道 我們 愛了一個時代 懂得是用不想的 為什麼 愛了一個這樣的 一個銅蛇呢 其實 舊藥所做的事 是儀表做生虐的一個儀表 是儀表做耶穌基督 會被掛在十字架上 喏 在優欣第三章 十一到十字 耶穌講到他這樣 耶穌說 我實實就告訴我 我所講的 是我們知道的 我所見證的 是我們所見過的 利用的分明 受我的見證 我所講的事情 你們不明白 你們都不接受 我講什麼呢 我講你們的書 地上的事 你們不信 講天上的事 你們怎麼能信呢 十八字 除了天上下 仍在天的人子 每日就升過天 十四字 摩西就是 我們怎麼舉石 人子的字架 還沒舉起來 這個就叫做摩西舉石 摩西舉是銅石 摩西在頭是怎麼舉銅石 就是身約 我還沒舉起來 這個銅石 就移表了 我被掛在十字架上的移表了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 是要這樣被掛在十字架上呢 原來這個就是 移表了 主耶穌也被掛在十字架上的事 我們先看層次 再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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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一看福音 十二章三十字架 耶穌說 耶穌說這聲音 一時為國 一時為你本地的 三字 然在哪個世界 受寬伴 哪個世界有國 一時為主 三字 我若 從地上被舉起來 照要吸引萬民來歸於香港 這個是耶穌基督怎麼寫的 地上被舉起來 但你知為 不是坐著地上機 不是坐著這個官面舉起來 是耶穌基督被掛在十字架上 是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 舉起來的時候 就吸引萬人來歸於香港 就看救人 就勝就在十字架上 就使人來歸於香港 三十三節 耶穌說這話 是原指自己將要怎麼死講的 摩世怎麼舉起一筒石 就是新約 我怎麼被舉起來 是被釘十字架 死在十字架上 鬼起來的時候 就吸引萬人來歸於香港 因為救恩已經在十字架上 成全了 這個就是儀表 用一個掛指掛一筒石 掛指肝子 去代表十字架 痛 在聖領中是代表審觀的意思 儀表主耶穌都在十字架上 替我們受到懲罰 所有的裹石都是有毒 只是銅石無毒 這就是儀表耶穌基督是無罪的 銅石被拘捕 就是儀表主耶穌基督被掛在門上 以前神分布耶穌的人 要仰望銅石 能得到醫治 到今天 神也分布所有的人 世界的人 仰望耶穌基督 就可以得到醫治 就可以得到情有的人 所以這本來很簡單的 要仰望祂 相信祂 原來救恩就很簡單 是你自己要仰望 是你給你自己的一個選擇 你被蛇咬到 你可以望銅石 亦都不可以不望銅石 你的選擇 但是當你望銅石 你就得到醫治 你不望銅石 你就死在火石之中 對嗎 問題是 你的選擇 究竟你有何不愛 同樣的 耶穌說我被釘死的時候 再加上 我應為你的罪 死的時候再加上 問題是 你若愛不愛你 依靠我 相信我 第二天 你相信耶穌基督的話 你就得到拯救 不相信耶穌的話 你就死在你的罪惡之中 火石和銅石 就是這樣而言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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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火石和銅石 就代表一個 基督的救恩 就是這樣 你究竟是你的選擇 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 在史誕尼4章12節所說的 你看 他說 長加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天下間 沒有治下的名字 為你可以釘死 沒有治下的名字 耶穌的名字 我們可以釘死 不覺 沒有其他名字可以救我們 天下間 沒有其他名字 是耶穌基督的名字 就是救主的意思 來拯救我們 我們需要依靠祂 當我們讀到同誠的時候 我們要記住 很久在加拿大書 宜章12節所說的 我們要改變 我們要看加拿大書宜章 宜章 我們要和耶穌基督的 我們信耶穌基督的 我們信耶穌基督的 我們要和耶穌基督的 活著的 不是我 喊善耶穌基督的 在我們的心理的形象 意思是 我們的舊案 就好像在我們摩承一樣 獨害無比 但是當我們轉過來的時候 要有個痛聲 就叫我們得到這個層次成救 那要改變我們自己 能夠成為一個聖結的人 最後一點 要知道的 以色列又犯了一個罪 為什麼呢 當當室舉起同誠的時候 他們很多人仰望同誠 就當這次 但是 很可惜的 到最後 他們將同誠當成偶像 來拜 這就是人的一樣 看到什麼 就將神變成偶像 不然同誠 就變成偶像 就像今天有些人 將十字架 又要變成偶像 十字架 是一個得到的罪 但不是叫你拜十字架 叫你信心 對不對 但是如果要將十字架 變成一個偶像 來拜的話 又變成了拜偶像的罪 那 同誠 他們將同誠來拜 直到這個 列王紀雅十八章 有一個偶像同誠 打算這個罪 平常 聖西家 看 夜王萬正 祖母 就是 效果大 成為一個狼狼狼 有一個女王 firing去 衝撞 回圍 珠象 或 斬塔 的魔法 打算這個狗狼 所作的同誠 因爲當時有些人,因爲雅時之人而原有銅蛇之鄉 世世家叫銅蛇為圖塊,我們稱為銅蛇 他們說是銅蛇,由將窩式的銅蛇來發 一日就是這樣,由將神變成偶像 所以由將和人打 這些東西只不過是紀念,是紀念 每一件事所發生的,是給我們紀念,後面發生什麼事 不是叫我們去擺它 明白意思嗎? 十字架以後 十字架以後,我們有一個記憶 但是你不要用十字架來擺 沒想到十字架是一個什麼 一個的... 一個的... 家... 那些仇跡的利用,是嗎? 所以有時候呢,我們發覺到我們看太多電影了 這些電影給我們拿錯的思想 本鬼是怎麼擺的? 我從十字架都會擺的 不像是同事一樣,拿著刀來擺 那十字架這樣擺的時候,那個鬼是幾十字架 對不對? 本鬼是不是擺的? 拿著十字架的鬼就行 你沒有十字架的鬼又來了? 是不是這樣? 不是在十字架上,是你的奇妙嘛 神的懷疑嘛 所以人人有這樣的奇妙 所以你知會,讓我們這個火石和火石再提醒我們 我們任何事我們都要讓火石 知道神仍然是掌望祂所謂 所以你知會,我們整個路時候被禮 到最後的時候,就是以這個火石和火石作為一個結束 但是當我們回想到下的時候 我們今天只不過是看見獨國 但是呢,我們的腳踏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個真正的事 以後我們都能夠被神的懷疑來挑戰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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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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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